- 据媒体报道,我空军有6架运20战机,在四川某机场同况出现,这些运20战略运输机全部属于西部战区孟航空兵师运输团,相对于企图战机, 这种大型战略运输机开始倒量服役才是最重要的,一个运输机团至少拥有15-18架大型战略运输机,满边后运输能力非常恐怖,未来我空军完全可以拥有12-15支战略运输机团,整体运输实力可以超过俄罗斯,接近美国,月20目前服役数量已经超过了10架, 接西非已经生产出超过30架运20战机,按照这个速度来计算,运20的年产量很可能可以达到20-30架,与美国当年生产C17的速度相比,大约快了一倍左右,这比接20产量还要重要一些,运20之所以开始大批量出现, 主要原因并非是运20生产容易,而是运20生产最关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,其发动机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,之前的运20是使用乌克兰的D30型发动机, 这种发动机的产量并不多,我空军上次仅进口不到100台发动机,但D30并不仅仅只有运20使用, 而是还有轰6K型战略轰炸机,同样使用了D30发动机,此外还有一部分,我空军进口的1276运输机, 需要使用这种发动机,运20第一批装备数量受到了影响,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其D30发动机的产量不足,但运20后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, D30发,动机的国产保质版,其涡扇18已经开始投入生产,相对于乌克兰的D30,涡扇18还进行了一定的改进, 降低了耗油量和发动机重量,同时也提升了一定的推力, 涡扇18的作战能力,比起D30的提升并不算大,但实际上这款发动机最大的意义,并非提升于20的作战能力, 而是保证其可以迅速量产,在涡扇20迟迟未能定型量产的情况下,涡扇18就是最佳选择, 当然,对于我空军来说,磨扇18版的运20和磨扇20版的运20战斗力, 实际上有一定差距,发动机推力大约低15%左右, 在耗油量和重量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,最大运载量可以提升到75吨左右, 满载航程可以达到约4000千米,基本上和每空军C17处于同一水准, 因为机体寿命比C17,普遍要长出,20年以上, 我空军的运20无疑能占据最大的优势, 此外,磨扇18和磨扇20这两款发动机,还可以应用在其他一系列的大型战机上, 200吨级的战略运输机只需要4台发动机即可, 而战略运输机预警机反潜时罗机等,只需两台发动机, 即可保证作战能力,完全能研发出类似美海军P8的反潜时罗机, 还可以在这种战机的基础上研发出先进的预警机, 电子战机,侦察机等一系列先进战机, 作战能力接近美海军, 运20大量生产,对于我空军来说,自然是个好消息, 是为空军地,一款和C17相产不大的通用运输机, 拥有战略运输机的再重量,和专属运输机的野战能力, 比1270流要先进的多。